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正则表达式中常用的函数介绍 这一课我们来一起了解常用的正则表达式的一些实力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常用的正则表达式 可以有哪些,好吧 来,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我们最常用的是匹配字符串,对吧 像FOO,它肯定匹配的字符串就是FOO 而我们更重要的是以某个开头的,例如这样 那就是以FOO开头的字符串 那假如以FOO结尾呢 就是FOO加上我们的Dollar符号 这个就是我们的FOO结尾 如果我们只匹配FOO 那我们也可以说以FOO开头 并且它结尾 这是我们一些常用的,对吧 还有一些,假如说我要匹配A或者B或者C小写的 那我们的中国号就派上任务场,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匹配我们A或者B或者C 而假如说我要A到C小写的A到C之间的任意字符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横杠 可以表示,这样就匹配我们的这个从A到C的小写字符 然后如果我们除了,我们要匹配,除了大写的A到C之间这个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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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字符 那我们在这个中关号里面加上这个开头的这个符号 就是6上面这个间间 这样A到Z 那这个就表示我们除了匹配大写的A到Z之外的所有其党字符 而我们在上上文件的时候 有时候要我们匹配这个后缀 它如果我们只能允许是GIF或者是GPG 那我们就要这样匹配GIF或者GPG 这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这个匹配 如果我们要匹配一个或者是多个小学的A到Z之外的任意字母 像我们上面的这个 我们只是A到Z的任意字母 对吧 我们要匹配一个或者多个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加号 就表示一个或者多个 好 如果我们在设置密码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要匹配0到9之间任意数字 或者是点或者是横线 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就用这种A到Z的这种模式之外 我们还要加上其他的符号 例如0到9 然后我们要匹配点号或者是横纲 这样我们写到这个中过后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假如我们要至少一个字母数字下号线 那这个时候字母数字下号线 那并且肯定是一大开头的一个 我们来我们写一个 一大开头的字母就是小写的A到Z 对吧 大写的A到Z 这个A到Z大写了 然后数字那就0到9 对吧 然后下号线 至少一个那就一个或者多个 我们就是一个或者多个 然后以它结尾 这样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那如果我要匹配这个Y WY或者是WZ 或是XY或是XZ 我匹配这种 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这样写 首先我们前面是W或者X开头 对吧 那我们是W或者X 然后再紧接着就是Y或者是Z结尾 那我们就是Y或是Z结尾 这样就能匹配 匹配到它们字母数字母的任何一个 如果我们要匹配字符数字之外的字符 也就除了字符和数字之外的极大字符 那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了 对吧 我们像这里是除了大写的A到Z之外的所有字符 那我们写字符的话 就是大写的A到Z 小写的A到Z 0到9之 都要写到这个里面 对吧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加一个 还有0到9 我们都要写到这里面 来 假如我们要匹配三个大写字母 或者是四个数字 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常用的 例如我们要匹配一些电话号码的时候 我们就经常几个数字连在一起 对吧 那我们来试验 写着写一个啊 大写的字母三个 数字四个 好 大写的就是A到Z 对吧 三个 我们用我们的大括号 三个 或者是四个数字 或者数字0到9 四个 对吧 我们用我们的大括号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 这个需求 这是我们对一些常用的这个匹配 书写的一些证的表示 那么我们看一些实例 实例呢 假如我们要突出段落中的关键词 来我们来看大码 看我这里有一段文字是吧 看到我三行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缩小 然后呢 我们用了这个pigreplace 然后把我们这个替换成我们颜色的 然后终究我们看 用了我们的多了一 其实它的作用就是在这个文本中 找段我们这个阵子的匹 阵子表达是匹配的这个字符串 把这个字符串替化成这个字符串 对吧 然后 要突出怎么办 要突出的话 我们只能说把这个匹配的 这个左右两端 加上我们的这个HT面代码给它标示一个背景颜色 就像我们的苹果浏览器搜索的时候 对吧 这个suffer搜索 在一个网页中搜索文字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背景 然后高清展示这个匹配的字符串 一样的这个功能 好 到这里我们还有其他实例 这就不一一运行了 我们请接着看下一个实例 就是验证有效的域名 假如说 用户或者是第三方给我一个域名 那我肯定要匹配这个域名是不是真的有效 对吧 你不能说随便给我一个域名 我说了 我只接受一个域名 那我肯定要检测这个参数的有效性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 也是写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证的表示啊 来匹配我们的这个URL 如果能匹配到 这个函数就返回处 然后我们去输出URLOK 匹配不到 就是BEDURL了 对吧 这是我的一个实例啊 如果在真实的项目中 这里肯定会有相应的逻辑处理 错了 也会有相应的一些逻辑处理 对吧 那我们看这个证的表现 首先我们是匹配HTTP 或者是HTPS 或者是FTP 他们三者之中的一个开头 对吧 然后紧接着申报号 然后两根斜杠 然后接着就是 看我们看这个小括号 一直到这里 对吧 首先 这是大写的A到Z 然后0到9 这个数字 然后后面也是一样的 是多了一个 下滑线横杠 然后我们比较前面的是 信号是 加号是一次到多次 问号是一次或是零次 信号是 这个我们需要回归一下上来一课 一般在写真正表 也是先调试 才能调试出来 我先不了解这个信号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 这个冒号的作用 我们在一些FTP的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这个 我们这个 前面这个是匹配一个用户名的 就是有时候FTP的话 像上面是带有用户名的 然后再是冒号 然后再是其他的 来我们一起来运行一下 看到我们的URL也是OK 就是说我们匹配到了 对吧 好 来我们一起来 举一个 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实例啊 就是假如说 我们要抓取某个网站上的图片 对吧 包括我们有些面试题 里面也是说 我们要匹配一个网页中的 全部的URL地址 或者是 匹配所有的图片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要求写一个正常表达式 来我们看一下实例 首先我们获取了这个百度的这个内容 对吧 然后 我们定义了一个空的这个数字变量 而紧接着我们匹配所有的image或者是src 然后里面是等于它的内容 如果能匹配到 它就会把这个匹配的结果存储在我们这个media里面 然后 我们再紧接着匹配一次 替换一次啊 把这里面的有些字符给替换掉 替换掉之后 就存在所有的数据都存在我们的这个data里面 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它 根据它的这个内容啊 我们把这个如果是图片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据一条一条 押入我们这个image里面是吧 来我们执行一下啊 看它能输入什么东西 哎发现它什么都没有输入 那我们来检测一下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增长比较是它匹配到了 是否匹配到了 那是否匹配到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media打印出来 对吧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data打出来啊 data它是这个image.百度.count 它的这个内容 看 我看有没有匹配到啊 发现 其实有匹配到 是吧 上面这是image.百度.count 我们这个运营的它的这个hp代码 下面是我们的这个media这个变量 发现没有 它其实已经匹配到了这个src 等于什么 对吧 有我们的gs 也有我们的这个图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它有匹配到 那在我们这里 它没有替换到 对吧 嗯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data 我们执行一下 发现这个data其实它有匹配到 对吧 它把所有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地址 都拿不到了 那我们检测为什么这里没有输出 是不是 i 那么这个这个info它是个数组啊 我们在这里打印一个试试 它应该要把我们的这个gs打出来 对吧 看 extension它是个gs 所以每个info它都会有这个extension这个变量 然后 那有可能它就出问题就出在我们的这个extension这里 对啊 来我们 这里加一个啊 打印出来 看 这么多 对吧 这么多 一个是gs 然后后面是pnggf gpg 然后再是gs 那它为什么没有压到我们的这个 它并没有 它有压入啊 只是我们这里最后没有输出 犯错误了 我们都没有打出这个结构 所以它什么都不会输出 对吧 你看 这就是我们要的所有的图片的后缀 我们都打 都压到我们的书组里面了 是吧 看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 例子 来 我们看 另外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要查找一个网页中的这个title 来我们直接看实例啊 我抓取了一个 网址它的内容 对吧 注意啊 这个fopen的话 我们就获取网 网页内容的话 好像是需要配置的啊 然后我们重点是看我们这个 真的表达是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page变量就存储了这个域名对应的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看这个真的表达是它匹配的就是title 中间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然后它把匹配到的话 它就把这个结果存储在这个 IUG 这个里面 然后就把这个标题打出来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 来我们 看出来 看 有什么 新档 这个一个公司名称 对吧 好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注册用户的时候 经常要检测一个密码的复杂度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个 然后以它结束 所以 如果说这个password 向上面是12345 那我们它肯定匹配不到 那要返回这个bytepassword 而如果 这里已经有输出了 如果我们给它加到八位 像这个 那它应该是可以比较到的 来我们执行 还是bytepassword的 我们看一下 好 它是小写的字母开头 它里面的一个开头 对吧 那我们加个字母在前面 哎 我们来执行一下 为什么它一直是 八位或者八位以上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来检测一下 这个 它为什么没有匹配到 它是个货的关系 来 加入我 来一串这样的 是吧 好 我们来想一下 它为什么比较到 来 我们 在这里做一次 这个 变化 我们假如说 把这个函数提出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写一个match 把这个match打出来 对吧 看它有没有比较到 因为我们要来调这个正的表示 现在它是比较不到的 是吧 来 我们就这么写 然后我们来改这个正的表示 首先 它是A到T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数字 是吧 来 我们把它去掉 看它能不能比较到 还是比较不到 那 加入我们就这样 快点能比较到 嗯 比它开头至少一个 匹配不到 不是吧 是吧 把开头这个字 要是都去掉 是 还是不行 哦 发现一个最致命的错误 这变量 不是我们的password 来 我们再执行 它能匹配到 对吧 所以其实是这个变量用错了 那现在是goodpassword 它能匹配到啊 大家注意啊 在写我们这个php代码的时候 游戏注意这个变量的名称 是否写对了 好 用vm的话 注意 它并没有这个像 其他id一样的这个强大的功能 可能是我没有配置好啊 它需要配置这个 你看像我刚才用的变量 我这个 我这个vm配置的话 它语法错了 它会提示 但像这个变量用错了 它并不会说 提示我这是一个错误的 它认为是两个正常的这个变量 所以刚才我就一直实行不出来结果 好的 这一刻 我们就到这里了